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一个川普的保护会之说 带动的一个台北股市 一度的一个下沙下来 上礼拜五最低下探到22,231点 很多人看到指数 下沙跌破十字线 灌破月线 很多专家装鬼来吓你 我就告诉大家 有拉回就有DJ上车的机会 你根本不必担心 不管是谁当选 就算川普当选 整个行情一定会先蹲后跳 既然知道会先蹲后跳 我问你你买了吗 你敢不敢买 但是为什么我敢买 上礼拜五的一个压回 为什么我敢买 我敢带着我的一个大小威力群组的会员 反手全力做多上来 甚至带着会员朋友 全力买进 不论是新进会员 旧会员 全力加满买进231系列的红 为什么我敢 我就告诉大家选举只是一时的 只有经济人火持续成长向上 才是攸关股市最终涨跌的关键 你可以看到台北股市连三天 连三天的一个这样 急拉的一个上涨上来 从上礼拜五的一个地点 到今天的一个收盘 来到23106点为止 连三天足处拉台了800多点 你没有看错 拉了800多点将近900点 我们又再度完全个掌握 一切竞争不远中 真的是恭喜大家 那展望后市到底会要怎么走 后市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管是谁当选 就如同我所说的 11月台股准备迎来 五大利多的一个题材 就算川普当选 台北股票市场上还是要涨 就算贺锦丽当选 台北股票市场上 还是要涨 除了一种的一个情况 可能短期的一个冲击影响比较大 就是什么 选举结果难产 平分秋色 造成短期的一个让 的一个冲击 那我强调这是短线 除了是平分秋色 选举结果难产 但是这个机率 维护其位 从过去到现在为止 几乎没有发生过 几乎没有发生过 既然几乎没有发生过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就不用太多去考虑 选举结果在明天 整个结果出来 不断去运出的消 也都消除了 那即将迎来的一个年底 的一个作战跟做梦的 一个行情的一个开跑 包括的一个 年底的一个感恩节 圣诞节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旺季 所以后世的行情会怎么走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只有一条路 就是上 那既然上 那么重点就是在个股 那么个股到底要 怎么样来挑 怎么样来做掌握 多方聚焦的一个主轴 到底在什么地方 很简单 排面会说话 股价会说话 除了有些的一个特定体财股之外 比如说像台阳 台阳就是因为获得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太空的一个中心 的一个TASA 就是台湾的一个TASA 的一个承办厂商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台阳 或是重锡 这些特定例外体财股 今天强势标涨顶之外 包括货柜要签长约 现货价的一个报价上涨 所以中贵旺海 今天表现也是什么 也是相对强势之外 但是真正多方的一个主轴在哪里 就是在大雄告诉大家的这些的一个 包括AI的一个伺服器 包括的一个细光子 机器人还有自动化的一个 这个概念股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涨的都什么股票 你看东台亮灯涨顶板 越成这个就是面板级的一个封装 包括的一个护顶 这是AI的一个伺服器 包括的一个高峰 罗生 会友 影汉 这些都是机器人 以及自动化设备的概念股 甚至音乐达广达 这些就是AI伺服器 双红正明年的一个艺人的一个时代来临 我就告诉大家双红齐红 明年整体的营运 让这个看好 短线只是双红因为美超微的财报影响 财报影响短线利控创期 那拉回不就是机会 你看今天双红就开始急拉上来 大家因为也是我们带会员朋友 之前开心大赚了一档股票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包括联军这就是矽光石的一个题材 所以多方聚焦的一个主轴在什么地方 其实都已经很清楚了 今年底之前我告诉大家 整个的一个主轴 都还是会围绕在这些AI的一个 AI相关应用所衍生的一个 你组件搭上机 以及第七级的一个转机股为主 这也是我们要带着 我们的一个会员家族来掌握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我们怎么带会员朋友来赚的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想台积电不需要我再多说 你看台积电我过去我就告诉大家 闭着眼睛买都会赚 那像这种股票到底会涨还是会的 我告诉大家还是会涨 就算川普当选还是会涨 因为川普当选 他至少要明年一月才会怎么样 才会上任 所以这段会有空窗期 而且我问各位就算川普当选 那我问台积电他的一个整个明年云运 整个的一个获利 是看上还是看下 如果你认为明年的一个获利 明年的一个前景 仍然是持续看好 那持续看好我告诉大家他会涨 会涨到什么地方 我相信只要你是我的会员 你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包括的一个川普 我相信也不需要我再多说 你可以看到当初的一个川普 为什么我加码当我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基本当我仍然是虚报没有改变 820的一个基本单 纵使从1300一度再压回1025块 可能很多人看到说 还有破线在这个地方要赶快卖 如果你买在1300、1400 当然破线你是要卖的 但是如果你的一个成本是要826 那今天来到1025块 你有需要担心吗 为什么破线还会再拉上来 就是因为什么 掌握到未来的一个商金 包括的一个GP200即将量整出 我会带动的一个专股 它的营收 它的一个获利的持续向上攀升 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很清楚可以看到 空落去 又开始怎样 又白了 所以很多的东西是没没角色 并不是说我今天看的线 哪条线站上就是往上 再跌破就是往下 每天在那边什么 互多互空 到头来我告诉大家 你每天互多互空只会一场空 做股票昨天不是这样做 做股票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掌握到的是什么 掌握到的是产业的一个趋势 产业未来 跟公司营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展望 因为能够怎么样 股价能够的一个这样 能够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股票 一定是立居在的一个这样 未来产业的一个运营上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再来包括的一个4000K1 你看4000K1也是过去 我们大会平有大赚特赚的一个股票 你看当时候从917块 大会平锁定一波赚到4500多块 光是这样一波 你的资产已经翻几倍 已经翻几倍 那这次拉回 我买在1895块 虽然还一度的一个跌破 跌破为什么不担心 你看最近就开始拉上来 因为股价经过修正 最坏状况已经过去了 前三季就赚了58块3毛7 预估今年全民有机会挑战8个股本 而且根据这个法朔会 你看7nm的一个专案 出货即将进入尾身 那接下来5nm要怎么样 要开始接棒 所以明年整个的一个营运持续的看好 预估明年营运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持平或伪增 但是毛利率相对会比今年还要好 所以明年整体的一个获利状况会比今年还要好 预估明年有机会上看的一个9个股本以上 那重点是后年从5nm再到3nm的一个专案的订单 那这一专案的订单将会带动它后年的一个营收 跟获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爆发 所以重点后年它的一个营运会怎样 又再度出现一个大无成长 如果其中它再掌握到1加3nm或2nm 我可以告诉大家它的一个获利又要怎么样 又要大爆嘛 以目前的现况来预估 后年美股EBS有机会上看的一个139 这是外资的一个预估啦 那如果再加上一个这个状案订单 哇可能到时候又整个获利预估 可能会上看到200多块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问你它会不会涨 会不会涨 最坏状况都已经过去了嘛 你看为什么最近它的一个表现 会这么的一个强 再来你可以看到细光子的一个体材 我也告诉大家嘛 细光子这是未来的一个这样 未来的一个产业趋势嘛 AI带动的一个高效的一个运输的传输 包括的一个耗电啊 包括的一个散热啊 耗能的问题啊 跟传输的一个速率的问题啊 那这些都要透过怎么样 透过的一个细光子的一个整合啊 来排除这些的一个 的一个客户这些的问题 所以包括台积电啊 超微英代尔 都要积极的一个抢攻这样的一个领域嘛 那甚至美国啊 为了防止中国啊 的一个科技做大 所以他也要针对的一个细光子 中国大陆细光子跟光荣训 来进行的一个管制嘛 所以为什么最近的一个细光子 这一波的一个表现会这么的一个强 哦 你可以看到之前我带会没有所掌握的一个领军 这张股票5月27号也送给大家 你可以看到今天在创新高 从79块一路大涨来到255块 你看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 哦 大涨超过多少 哦 大涨200多% 你没有看错大涨200多%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种股票 哦 都还有 哦 都还有 哦 比如说像跟他所报告的一个联雅也是一样 你看从低点反能上来 你看大涨多少 哦 大涨超过300多% 哦 那这些这个股票大涨上来之后 那我问你啊 啊 像华星光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也是过去我们带会没有开心大招的一档股票 哦 高档开心获利放口袋之后 那最近拉回138在地间买回来 你看最近立马大涨上来 啊 像这种的一个股票 哦 整个啊 这个量价的一个结构配合都仍然相当漂亮 哦 整个的一个公司运营 整个的产业都处在这个这样 增长相上的一个趋势之上 搭上西光子的一个体财的商机 啊 这种股票可不可以留意 可不可以来锁定 我问你 很明显了嘛 可不可以锁定 你不能为什么138我要再度买回来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嘛 哦 你也见证到了嘛 再来包括的一个 电金笔电的一个微信 哦 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在9月4号173块 我待会没有所见的一档股票 哦 很多人 可能会说 哇 老师这种股票 哇 10万呢 我常常10万呢 是怎么10万呢 哦 有时候股票 人有人性股票会有股性 但是慢 不怕它慢 只要它会涨 哦 这种股票就是值得我们来锁定 这是我们给特别会员朋友的股票 你看今天来到多少 188.5 为什么今天能够上涨上来 第一个嘛 股价 啊 机器构低嘛 哦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哦 包括的一个 哦 这个第四季又是这个电竞笔电的一个 忘记的一个需求 哦 尤其在新游戏哦 尤其他在对于整个的一个营收战比 七层来自游戏有关的一个电竞笔电啊 哦 又忘记需求会带来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注意啊 包括新游戏新产品的一个周期啊 这个支持啊 所以预估全年有机会上看12到13块啊 明后年预估有机会上看15到17块啊 所以外资也把他目标价的一个向上调高到235块啊 甚至他还切入的一个AI伺服器这块的一个领域啊 这块领域预估明年啊 啊将渴望啊对公司的遗运带来一个正面的注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种的一个股票啊 哇 低档量增啊 惯性改变 然后回撤这一个支撑 我问你啊 你如果买在这个位置你会担心吗 你会担心吗 我相信你不会你看今天你看到了 啊今天你看到了 再来包括这个网家也是一样啊 哦网家也是一样啊 我也告诉你啊 统一入主营运渴望脱胎换骨嘛 啊双11又是什么 哦 电商的一个这样 这个旺季的一个来临嘛 啊双11光棍节 紧接着又有双12又有感恩节又有圣诞节 这些都是电商的一个旺季 那今天的一个统一入主之后 那我问各位他的一个营运渴望 可不可望啊 哦有没有机会脾气太来 如果你认为有的话 那你认为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哦连涨4根支付 涨停满之后你认为多吗 你认为多吗 就算你在低点啊 哇20几块 不然是5块 哦你没有 哦你没有掌握到 那我问你是4字头可不可以吗 4字几块可不可以吗 今天来到几字头 今天来到5字头吗 哦你从短线来看 哇好像涨很多 好像涨很多 哦但是你如果从线来看哦 哦从500多块今天 今天回下来回到这个历年的一个低点 美股净值哦 到去年底为止还有46块 啊今天统一入主 营运渴望比其他来 啊这种股票你从长庆远光来看 哦从随便一趟我告诉你 有时候可能都是好几倍 所以很多的一个市集是什么 新妹妹格格 新妹妹格格 甚至包括机器人干领股 你看罗生今天为什么涨停板 包括的一个索罗门 为什么 哎从这个年初37块大涨上来 哇大涨超过3.9倍之后 然后最近在高涨震荡 为什么一直跌不下来 一直跌不下来 啊为什么跌不下来 啊因为啊这个让啊 这个未来的一个让 这个产业愿景嘛 因为整个的机器人啊 包括这个自动化的一个设备 渴望带动它未来的营运啊 啊未来的一个获利啊 这个大举盘生嘛 啊所以主生出生段啊 一标标了3.9倍 超过3.9倍 将近10倍 啊经过整理之后 如果这个地方 是另外一波主生段 启动的一个开始 那我问你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它还会不会涨 啊值不值得来做一个留意 啊再来 啊我刚刚所谈到的一个 天后琴继续的一个绝定 啊也是AI伺服器 加上的一个航太的一个工业 最坏状况已经过去了 今年营运渴望脾气泰来 凡是大成长 哦你可以看到低档量增冠性改变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待会没有锁定 先赚一趟 啊先赚一趟拉回 我上礼拜五 哦在低肩买回来 啊你可以看到最近开始 又开始这个 悄悄的一个加温上涨上来 哦啊成这种股票 哦才刚刚开始 啊这又到底是哪一趟 不必猜 哦不必猜 哦那么想知道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也欢迎各位QR call 哦QR call 哦只要成为我们好朋友 赶快审量一下 啊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好事就是会发生 哦大兄都会无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么重点来了 哦如果红海 你没跟上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哦 这里半你还有一次加码点的机会哦 为什么这里半你还有一次加码点的一个机会 哦很简单你可以看到红海 我们是怎么样带会员朋友来掌握的 哦从4月16号当天 啊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位置顶上 132.6因为含现金5.4 我买在138扣除现金我成本132.6 啊一路赚到234.5 高档加码当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 基本当我仍然是续报没有改变 我也告诉过大家 那这一次拉回我160 我再低阶加码买回来 都有信息回这 哦沿路啦你看 从160啦160几啊174啊 你看为什么敢买 啊为什么敢买 而且我一出手 我就是直接买好买买 买到五成 买到五成 一路不离不弃 哦有些有些专家是啊卖掉了 然后看到涨上去 就赶快拿出来跟你谈了 我感觉这没意思啦 你今天你看我的节目 你看我每天我都告诉你 我每天都跟你做分享 我仍然看好他 我持续看好他 哦纵使他有押回 我告诉你我还是看好他 哦押回就是机会嘛 你看上礼拜五的押回 你敢不敢买 你有拿到资料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帮我做检测 我就告诉大家 鸿海敢来20X.5 我敢买 你买了没有 哦 你可以看到上礼拜最低来到多少 10月1号201.5 是不是都在我的一个规划之中 哦 你可以看到既然来到目标价很简单 200 203 新会员朋友同步上车 直接买好买满买到五成 哦你看这两天 啊 持续的作家的一个上场上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都还没有结束 好戏还在后头 为什么好戏还在后头 哦 你可以看到哦 GP200年底即将即将出货嘛 而且啊 明年要怎么样放量出货 我想这些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我再读书 而包括的一个鸿海 它具备有一个垂直整合的一个优势 哦 整体的一个零组件出了GPU跟CPU之外 包括相干的一个零组件啊 它几乎都可以自制 哦 整个这个品质啊 速率跟效率都能够满足NVIDIA的一个要求 所以为什么它能够成为NVIDIA第一大的一个供应商 啊 所以在整个的业绩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啊 啊 尤其啊 整个四大的一个北美云端业者 啊 整个明年资本支出报表 今年资本支出大举增加 明年资本支出还要持续增加 啊 上看的一个2400亿美元啊 折合台币大约是7.7兆 哦 那这些又会带动的一个鸿海光达 啊 啊这些云端的一个这些AI数据的业者 啊 的一个这样啊 的一个营运啊 啊 的一个持续的加温啊 啊 包括营运的一个持续成长向上 哦 那么再来 啊 NVIDIA新晶片啊 的一个催促啊 的一个Rubbin啊 也将更早亮相 它还催促啊 的一个 的一个海力士 哇 赶快的一个高高光屏的一个记忆体 你要给我提前提前的一个这样 啊 提前的一个啊 的一个的一个量产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在新晶片下一代 GP200出货之后 紧接着要接着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Rubbin的一个新晶片 那这Rubbin的一个新晶片 又会带动了一个整个的一个 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 的一个市场需求 哦 这个单价的一个提高 以及毛利率一个攀升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精彩好戏还在后头啊 哦 红海不仅在今年的一个涨 今年十月十二月啊 甚至到明年整个的业绩一路抗光 哦 业绩只会越来越好 啊 甚至在筹码面的一个部分 我昨天我也告诉过大家 你看这段的一个期间啊 这段的一个期间赏户是怎样 哇 拼命卖很多人卖在不甘卖的一个低点上 啊 看到现在股价大涨上来 这些都很高 你看卖了多少 卖了超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十亿万张 啊 但是大户呢 大户 大家在担心 美国总统大选 但是大户持续买 大户持续买增加41户 而且增加超过20万张 整个筹码从赏户流到大户的一个手中 那我问各位 我问各位 红海还会不会涨 234.5会不会是他的一个波段高点 我个人认为是不会啦 啊 目标在渴望上看到什么地方 我相信你有拿到资料投资朋友 你都很清楚 但是重点来了 如果 红海你没跟上车 你有兴趣 你有兴趣 把握红海本周 最后一次加码买点的一个机会的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啊 可以透过LINE ENTER 你在YT之下 也有我们的LINE ENTER 这个网址 你可以透过LINE ENTER直接私讯大家 留下你的一个姓名跟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做好预约登记的动作 子民说 我要 跟着大兄 我想买红海 我想买红海 子民大兄我想买红海 你只要做好预约登记的动作 明天专人专线通知 想要把握这次的一个机会 真的不要错过 真的不要错过 不只是红海 在大兄口袋名单里面 还有一档四公子题材 全新的一个大黑马的一个标国 这档的一个股票才刚刚要开始 想要跟上的一个大师兄 一起来怎么样 大赚的一个年纪 的一个难得机会的一个好朋友 也欢迎各位跟上我们的脚步 认同我的操作理念 欢迎大家一起共襄胜举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大兄和大家不甘心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你跟大兄的一个理念的话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办好手机 大兄绝对会给大家想不到的一个大优惠 到底到底有大的优惠 想知道行情 你就把这档电话给他拨通就对 0223219933 421336 我们明天同学期间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奇效不保险 未来获利 且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神神評估並自負投資風情 神神寶寺